这两年特别流行当个斜杠青年 好像身上没有两三样绝活 还都不好意思出去工作 那句话是怎么说的来着 不想当厨子的裁缝不是好司机 这可不是制造职场恐慌 早在几千年前 重量级大咖早就卷起来了 他们沉迷在自己 不务正业的兴趣爱好里面 不过他们不但没有玩物上志 还把副业干得头头是道 只不过他们鲜为人知的多重身份 跨界极大完全就颠覆了 你对他们的固有印象 很有可能会惊掉你的下巴 就比如我们再熟悉不过的莫子 是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 作为莫家学说的创始人 莫子著名的奸爱非公思想被世人所熟知 但你知道吗 莫子除了思想家这个身份以外 还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 他创立了以几何学 物理学 光学为突出成就的一整套科学理论 在数学方面 莫子对正方形的定义 和欧基里德几何学当中 关于正方形的定义一致 在光学史上莫子是第一个进行光学实验 并对几何光学进行系统研究的科学家 他对平面镜 凹面镜 凸面镜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总结出了镜面成像的基本原理 除了这些莫子还对宇宙 对声音都颇有研究 能够称得上是我国最早的跨界科学家代表了 接下来的这位也很厉害 虽然生活在500年前 但至今都是位难以超越的天才艺术家了 他的优秀之处在于每一个跨界互相都是霸杆子打不着的关系 他设计了能够入海的潜水服 能上天的飞行器 甚至还设计了机器人骑士呢 在他的笔记里面详细的描述了各项发明的设计图 这本笔记的主人呢 就是大名鼎鼎的天才画家达芬奇 怎么样 你是不是很难想象 达芬奇一边酝酿着蒙娜丽莎的微笑 一边琢磨着什么样的机翼才能够利用气流给飞起来 除此以外啊 达芬奇还研究军事武器呢 通过对大炮进行改进 还提高了大炮的命中率和炮弹发射的速度 达芬奇还设计过城市规划图 他把这里描绘成一座理想城 规划图里面有各种功能的建筑和道路 城市布局错综复杂 考虑周到 不得不说达芬奇的一生还是挺忙的 当然优秀的斜钢青年呢 并不是古代专有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认识一位 离我们不远的天才发明家 我的精神仿佛与生俱来 他们对于未知世界总是怀出来好奇之心 天才是指一个人在某一个领域 做出了突出贡献 那这些跨界科学家可谓是天才里面的佼佼者 果然天才的人生都是开挂的